請LALA出場 LALA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這邊趕快 跟我們粉絲打聲招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娃二良心 很開心能夠來這個國際出場 跟大家見面 好 自由靈魂我們的特色是怎麼呢 其實自由的特色就是 它沒有任何的規則 每個人對於自由的定義都不太一樣 所以這張專輯就是收了很多 我對於自由的想法 不管是生活上 感情上 工作上 夢想上 那希望大家聽了這張專輯 也可以讓自己的生活變得更自由自在 那LALA好像去了很遠的地方 幫我們拍照 有沒有什麼趣事 或者覺得很辛苦的地方 幫我們分享一下 其實這次去拍外景覺得很好玩 我們是去基隆的平安 和平島 我一直幫他取民族 還叫他什麼快樂公園 有的美的 可是真的很開心 然後我們可以拍到這麼特別的景 其實是因為剛好那天天氣非常的特別 就是可能五分鐘下雨 然後過五分鐘就出太陽 所以我們真的是拿著雨傘在那邊等 然後雨一停我們就開始拍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沒有了光環 不再偽裝 恩否萬物如從前那模樣 打定這次 我要更真實的愛你 好該面具徹底 面對自己打定老鼠 現在是愛情的美麗 這次我的心為你聰明 對通常呢 尾牙如果要參加抽獎 都需要名片 然後我們公司很聰明 都沒有給藝人名片 所以我們沒有抽獎的份 但是真的公司的人很辛苦 所以能夠就是回饋他們一些 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所以今年有算是小小捐的一點 一點點就是意思意思 啊這樣講怕他會覺得那個害羞耶 對就是小小心意這樣子 對 那今天要不要講講這個活動 就是成了台北歐的封面女王 是不是 覺得很開心啊 其實我就是比較少機會 來到這種可能 國際書展或任何的展覽 就是藝人會覺得比較害羞 所以就是透過工作 可以來到這裡 等一下可以晃一晃 覺得蠻開心的 所以剛剛在這裡唱歌 有沒有覺得就是 哈哈 因為今天是書展 就可能他們 對於那個音響設備 沒有那麼的了解 那可是我們還是 就是我覺得有現場的感覺 是最重要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能 聽音樂比較吃力一點點 但是還是可以感受到 現場的氣氛 過年之後 可能會開始拍一部 我覺得還蠻特別的電影 然後跟吃的有關係 所以我自己非常得意 聽說現場都可以吃到 很好吃的食物 哪個擔心 擔心嗎 喔 因為呢我看劇本好像 我的角色也沒有需要特別瘦 所以應該沒有關係 其他的卡司其實還在確定 但是劇情就是 在講實物跟記憶的一個連結 那我覺得 大家應該會覺得蠻特別的 我自己覺得還蠻興奮 因為之前可能比較容易 被定型為那種小女生 那種很活潑的 那這次角色有點不一樣 我還蠻期待怎麼去詮釋 是要辦仇還是要搞笑 其實就是說穿好像聽說 她是一個非常懶惰的女生 然後我在跟我的親朋好友 分享這個角色的時候 形容完之後 他們就說 怎麼聽起來跟你私底下蠻香的 我想說 我覺得現在的新一代的女生啊 都有一些懶惰的成分 所以我會 對我會努力的把這一面呈現給大家 例如說我買礦泉水回來 那種大瓶的礦泉水 可能一般人都會倒在杯子裡面 或什麼 那我都是直接那整個大瓶這樣拿起來喝 然後一天就 對啊 就不知道為什麼懶得去拿那個杯子 通常就是包給家人也是一個心意這樣子 然後 嗯 像我覺得我 另外會加碼的 就是我都會跟我的家人 就是玩一些簡單的 可能麻將啊 骰子那些 然後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不想要贏他們的錢 因為目前在工作的只有我 然後我真的就會一直輸一直輸 我去年就是跟八個人在玩骰子 然後每一個人都贏錢 只有我輸錢 我真的覺得 還蠻厲害的 你輸了多少 其實也沒有很多 可能幾千塊 但是我只是覺得說 蛤怎麼會 大家都贏錢 然後我輸錢 所以今年有沒有找幾個招財的方法 我聽說要就是全身穿紅色對不對 有這樣說 有這樣說齁 我等一下一定會準備好就是 就是 就是 招好運動 我有穿過然後 全身要穿紅色 結果我找不到紅色的睡褲 所以我就穿紅色的絲襪睡覺 我覺得那個畫面有點好笑 謝謝 謝謝